哈喽大家好 今天来带大家看 Lenair这个小区的第二个户型 然后我个人认为非常好 非常就是值得就是观看的一个房型 然后这个房型的特点呢 就是它总共是有四个卧室 然后但是它主要的像master bedroom 就是主卧是在楼下的 然后大部分的客房也是在楼下 它特别好的就是有一个楼上单独的loft的区域 你可以把它叫为就是guest suite 就是说你如果有就是不经常来家里住的客人 他们来了你可以把它们放在楼上 他们有一个单独的客厅 然后还有卧室这样一个区域 还有当然他们自己的洗手间都在楼上 非常好的一个区域 我们这个小区还是像我们上期视频介绍过的是一个55家小区 那我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房型非常的可爱 进来有一个前廊 然后这边有一个区域 也是和我们上期房型一样 这都是石砖的 然后前院做的特别漂亮 那我们一进来呢 右手边有一个小小的办公区域 你可以把它作为办公室或书房都可以 它的景色是通向前院的 然后我们一进来就是我们的客厅区域 客厅和厨房的这个区域 同样还是天然气的火炉 然后它的kitchen呢 基本上和我们上一期就是做的另外一个户型是差不多的 然后厨房都是全白的 包括就是灶坛的这个材质都是都是一样的 然后它和上期视频不同的就是上期那个微波炉是镶嵌式的 我觉得非常好 这个呢就是比较基础的 就是一般新建都会带的这个悬挂式的 这样一个微波炉 然后这边同样还是一个小小的用餐区域 可以放餐桌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客厅区域 然后我们上外面这个screen porch看一下 这个基本上和上一期那个screen room是差不多的 都是左边一个稍微大的空间可以放家具 然后右边这边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空间 但上期那个screen porch比这个是大一点的 然后这个就是通往后院的门 然后像我上期提过的那个55家社区 HOA包含了你所有样里的就是那个后院的除草呀 包括就是其他plant maintenance都是包含的 因为现在有其他人在参观主卧 所以我们一会儿再去看那个卧室方向 我们先带大家上楼上的loft去看一下 这也是这个房型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楼上有一个单独的loft 你可以作为就是外来客人 来家就是借宿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非常独立的单独的这样一个楼上loft的区域 非常大的一个就是空间 然后这是他们自己的权位 这边是他们一厨非常大 当然客人不来的时候 这里完全可以当做就是自己家庭晚上 就是看电影呀 或者是休闲的一个第二客厅的这样一个区域 因为非常的宽敞嘛 那我们刚从loft的下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其他的客卧 就是在楼下的 就是一楼的 这是第一个卧室 装修非常的现代风行 然后这边是一个laundry room 是小小的厨子里面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收纳的空间 然后这边应该就是我们三车的车库 看一下这个lily这个方形 有三个车库 非常的宽敞 laundry room它是有门的 有门的话就能更好的隔绝噪音 然后我们这是我们刚才看的第一个楼下的客户 第二个是在我的左手边 它的窗户是对着就是房子的侧边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衣橱 还是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吧 应该空间算是不小的 这个就是比起来第一个户型 就是客户的衣橱算是稍微小一点 但是在新建房当中算是比较基础的 反正够不够用 就是你自己缩了算吧 然后这一个权位 它就是楼下两个客户共享的 一个单一的洗手台 还有一个浴缸shower都是一体的 然后我们最往里边 这边就是我们的master bedroom了 我们的主卧 非常的有空间感 非常的气派 它的景色是通向你自己的后院的 然后这个主卧它的特点 就是它男主人和女主人 是两个分别不同的衣帽间 这边呢 就是正对着我们这一个床的 这边是一个较小的这样一个衣帽间 应该一般就是男主人的了 就是谁衣服少谁做那个 然后这就是主卫了 也是同样是一个站立式的 然后带小bench的这样一个shower 然后那还有一个小窗户采光更好 我感觉这里光线好足呀 然后这边是一个特别细心 带自己独立采光窗户的一个马桶间 有门可以有私密性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第二个主卧的衣橱了 非常大 自己打一些柜子什么可以收纳的东西更多了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女主人的衣帽间了 总体来说我蛮喜欢这个主卧风格的 然后今天这个Lily这个房型就看完了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房型 当然呢 它这个Lanair这个小区 还有其他非常多种多样不同的flop plan 然后它应该会在 接下来两到三年内都应该在active selling 就是都会就是边盖然后边卖 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55家社区特别感兴趣 你也想来查尔斯顿周边就是买一个新建房 然后在55家社区当中 然后欢迎联系我 我的联系方式打在了屏幕上 然后我们就下期视频见了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联系